以色列跟哈瑪斯 延長停火協議破局之後 以色列持續的猛攻加薩 目前已經攻破了400個據點 造成非常多人的死亡 以哈雙方現在談判陷入死胡同 不留情面 兩方幾乎是全線開戰 以軍擴大攻勢到加薩全境 南北都要打 更聲稱找到了800個 哈瑪斯的地道口 而以色列更不忍了 他說這個仗要打一年時間 目標是要消滅哈瑪斯的三個高層 而且計劃都拟好了嗎 秀海哥 這計劃到底怎麼寫 好 現在我們看到 當以色列跟哈瑪斯的停火 時間一到 以色列人真的馬上就 艦機履集了 對整個加薩地區 是整個加薩地區 不再說只把目標 限制在北加薩而已 比如說北加薩 一路打 打到南加薩 通通打 它包含像以色列空軍的戰機 戰車 還有海軍的戰鬥直升機等等 攻擊整個加薩 你看看 他說至少他們已經知道 找到了這個哈瑪斯 大概至少有800個地道入口 之中他們已經摧毀了 其中400多個 也就是你看 在這麼短的時間 就摧毀了半數 而且這個情況 整個全境攻擊的 這樣一個狀況 到什麼程度了 你看 它被襲擊的地方 包含你看 我們剛剛講 加薩南部的拉法 還有漢尤尼斯 以漢尤尼斯這個地方來說 它一天就跑 被以色列攻擊了 大概50幾次 說真的 在這個情況下 你說人還有辦法 正常生活嗎 當然是沒有辦法 所以你看 這個兩邊之所以 沒有辦法再繼續延長停火 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其實就是對雙方 對於彼此手中的人質 談不攏 因為哈瑪斯說 哈瑪斯的政治局副主席 他說我們已經釋放了 所有抓到的 包含婦女 兒童還外國人 剩下都是抓來的是 以色列士兵 或是以色列這些後備部隊 他說我們也不會 在敵對行動結束前 和以色列協調 就把這些所謂的士兵 把他放出去 但以色列就說不對 我們還有 當初有非常多 我們的婦女 小孩 被你們 哈瑪斯抓走了 到現在 音訊渺然 但是我們把這些名單提出來 你們都不給一個 確切的這樣一個答覆 或是一個真切的說法 所以我們合理懷疑 這些被你們抓去的 這些兒童跟婦女 已經被你們給殺害了 所以從以色列的發言人 他就說 就要絕對恢復 而且擴大對哈瑪斯 所有加薩走廊的 全境的地面行動 所以他主要要幹嘛 他主要打恐怖分子的總部 還有包含他的兵工廠 就是生產這些武器彈藥 這種火箭的工廠 還有隧道 還有火箭彈的發射場等等 所以他要對 整個加薩進行全境攻擊 而且以色列的國防部發言人說 哈瑪斯他有一個叫 沙蒂營的指揮官 已經遭到以色列軍隊 成功的鎖定 而且拘殺 因為以色列他這樣講 也不是說沒有根據 因為你看 他到現在就已經說 你看他發現了 800多個哈瑪斯的地道入口 已經炸毀了半數 哈瑪斯的地道入口 他其實蓋到哪些地方 都很接近 包含學校 幼稚園 清真室 遊樂場等等 這些東西看起來都是無害 或是一些宗教的 這樣一個場域 你覺得越不可能的地方 他去那邊買地道 對 但是我剛剛講 就是因為他要讓他的人 能夠快速地 從這些地道快速地移動 至於就是說 如果你要攻擊 像包含我們剛剛講到 學校 幼稚園 清真室 遊樂場 很容易就讓以色列 犯到這種所謂的 國際的戰爭罪 所以對哈瑪斯來講 他當然是要把這些 越靠近這種 一般的民生 勝劇 是這種 衛教或宗教設施來講 才讓他能夠 這個戰事的運動 能夠獲得庇護 但是現在以色列人也知道 你這個情況就這樣弄 那對不起 我也就故意 不會說因為是學校 幼稚園 清真室跟遊樂場 我就不打了 我照打不誤 然後所以你看 他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 恢復攻擊就大概 其實已經擊毀了半數 因為其實這段時間 以色列就非常努力的 利用停戰的時間去收集 這些哈瑪斯的士兵 進進出出的這些足跡 其實你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整個加薩地區 真的也是非常非常慘 這也是日子 為什麼你看到 他們的和平談判一結束 停火談判一結束 以色列部隊再攻擊的時候 你看這是他一般的街景 這個街景只能用什麼來形容 就是完全的斷圓殘壁 你看以色列的軍隊攻擊的時候 這是夜間 為什麼你看到他是用星光夜視鏡 給你看到這樣的畫面 而且以色列的這個戰車部隊 直接開進這個市區 就拿上面的這個主炮 去轟擊這樣這個防射 那你說今天躲在裡面 不管是哈瑪斯也好 或者說是一般的民眾也好 大概都很淒慘 但是其實在這個時候 美國的軍艦 居然在鴻海也遭到攻擊 怎麼一回事 誰這麼大膽 美國國王部就說 美國海軍有一艘驅逐艦 還有多艘商船在鴻海遇襲 那這個美國海軍的軍艦 甚至於還攔截到了一架 至少一架無人機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 這些無人機從哪裡發射 就是從夜門 也就是由伊朗所支持的 這個胡塞青年覺醒運動 他們所發射的這個無人機 那他們主要目標是打什麼呢 他們是要打在鴻海上的 所有的以色列船艦 也就是鴻 如果是以色列船艦 他們獲得的情資 顯示這以色列船艦 就矛起來就要打 幹嘛呢 要讓以色列蒙受最大損失 但從美國來講 這艘像卡尼號的驅逐艦 在往來鴻海的時候 就偵測到了 這樣一個無人機攻擊 那當然自然 他就必須要採取防衛的措施 去把伊朗的無人機 伊朗援助的無人機 加以擊毀 好的確 剛才夏宇哥講到 現在以色列軍 已經全面的進攻了 整個加薩之外 連海上的美國軍隊 也被夜門相關的叛軍給攻擊 代表看起來 目前兩方的局勢 是相當的緊張 不過講到據說以色列 現在已經在安排戰後計劃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 要安排戰後計劃的用意是什麼 因為很簡單 如果今天哈馬斯 斬草不除根 春風吹又生 所以他在這個時候 他安排這個戰後計劃 而且他也告訴了 埃及 約旦跟阿聯等國 基本上他也未來 要在加薩地區 設立一個横跨南北的緩衝區 這個緩衝區的概念 是什麼意思 就像南北韓的38度線 南北韓它雖然說 這個38度線並不是真的直直的一條 它其實沿著整個地形 非常蜿蜒對不對 但是好 就是以這個中心分界線 向兩邊各延長 不知道多少公里 然後等於說 這整個是隔開變成一個無人地帶 原本其實以色列跟加薩之間 就有這種無人地帶 但是我們之前看到影片 就窄窄的一塊 那現在以色列就希望 能夠把它拓寬成 類似像南北韓的非軍事區 那樣的緩衝區 讓你哈馬斯的這些人 你再也沒有辦法偷偷地跑過來 或是挖地道過來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緩衝區很大 面積很大 對 你如果要做地道的話 你一定要做通風孔 做通風孔就被以色列人發現 所以以色列來講 他就要防止以色列 哈馬斯藉由緩衝區來突破 所以他的整個計畫裡面的進程部分 第一 摧毀哈馬斯 當然是以色列的首要目標 再來加薩要非軍事化 也就是說現在加薩 所有的各種的武裝勢力 全部要把它們解除武裝 然後第三 還要把它去激進化 當然去激進化這個最難 因為這邊我們剛剛講 長久以往都是跟以色列 某種程度來說 真的是淵淵相報 而且等於說是仇恨值非常的高 你說整個去激進化真的很難 不過在這個時候我們也看到 美國對以色列 其實也大量攻擊了弹藥 怎麼說 他已經供應了以色列 大概一萬零五百枚的炸彈 還有包含五萬七千發的這樣一個炮彈 這等於說是一個非常大量的 這樣的一個彈藥 而且甚至於攻擊的過程中 還有這種所謂的 碉堡克星的這樣一個BLU109 這樣一個炸彈 這種炸彈怎麼一回事 它的那種炸彈 比一般平均的炸彈的炸彈殼要更厚 幹嘛呢 就代表它的本身 炸彈的穿甲能力要更好 那為什麼炸彈要穿甲 因為以這次的經驗來看 哈馬斯很多的設施都在地下化 在地下化這些設施化 你要怎麼能夠有效的 應付這些地下化設施 穿越地面 對 你就一定要在集中地面的時候 不能在地面就爆 在地面就爆了 不起炸一個洞 像炸一個隕石坑 你這個炸彈一定要炸到地面 然後還要隔一小段時間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影片 穿透好幾層的水泥的厚度以後 然後才引爆 這時候才能在地下 把你整個地下的隧道 徹底的摧毀化 所以你看它這個炸彈本身 它其實大概差不多 其實是約250公斤 也就是500磅 其實240公斤 500磅左右這個炸彈 但是因為它殼厚 所以你看它集中以後 它並不是真的立刻就爆炸 而是要穿透牆壁以後 它經過這個牆壁 你看整個穿出來以後 這個時候它才爆炸 對 它集中的時候 並沒有瞬間爆炸 而是集穿以後 到了地底層 然後才爆炸 這個時候才能夠破壞 它的爆炸力 因為第一 不僅僅就是說它只有本身爆炸能而已 它那樣爆炸之後產生的震動 還會產生小型地震 搞不好會把一些 包含周邊的隧道 整整的那個都一起炸垮 所以你看像美國來說 它就是要讓這個炸彈 能夠深入地底才引爆 當然其實 英國的金融時報也報導 就是說他們從以色列的消息人士 獲得一個訊息就是 以色列這次對哈馬斯 它是完真的 完硬的 而且要給它發動長期戰爭 因為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徹底的把哈馬斯 清剿掉 因為如果不清剿 就我剛剛講的 那個燒民吹風吹風聲 對 所以這個時候 不僅僅是要在加薩地區 非常徹底的搜索 而這個情況 可能需要花到一年 等於說 一年的目標要做什麼 對 比如說把這兩百萬的這些人 通通好分 做好口卡 等於說 哪些人是恐怖分子的 哪些人不是 如果是哈馬斯 就通通抓起來 然後不是的 再給它放回去 不過那邊的人 也的確是非常的辛苦 而且另外 還包含一些 海外的重要目標 因為其實以哈馬斯來講 它的高層 很多並不是在以色列 也不是在這個 平高蒙地緣的 它都保到海外去 而且甚至有 其他國家的國籍 這個時候 它以以色列來講 它的這個目標 還包含要殺 拘殺三名的 哈馬斯高層 因為其實以以色列來講 它過去經常就干 這種海外暗殺的事情 怎麼說 因為像以前納粹 被殺害很多猶太人 但戰爭結束之後 很多人就跑到海外去 什麼阿根廷 到處都有 所以摩薩德就很厲害 專門到世界各國去追 直接跑掉 這些納粹頭子 現在對於以色列來說 這些哈馬斯的高層 有什麼政治領袖 軍事戰略專家 還有什麼那個 那個統領 那個軍統 政界 商界 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 選案 封擊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全民君 我是李嘉明 敬請鎖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